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哈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今天在年轻不留白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吴俊德的生命故事 俊德从小因为个性很叛逆 在学校常常打架闹事 父母在和父母发生了剧烈冲突之后 他父亲离家,长达了好几年 他曾经流浪街头,成为了一名街友 后来他遇见了一位餐厅主厨 Jason师傅 他的生命开始有了改变 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吴俊德的分享 接着师傅的餐厅因为股东的问题 所以必须解散 师傅就叫我说你去饭店学习 但是薪水比较少 年轻人不要计较价格 在看出价值 无论如何他跟我讲了 我就听进去 我就去饭店 当兵我想说呢 我也一定会到 我就选兵嘛 就填志愿到冲通府去 没有想到我被派到一个东南亚最大的基地 单位叫做膳食中队 那这个中队要煮给好几千人吃 一下车学长来接我 用那种很阴森诡异的表情 说欢迎来到膳食中队 俗话说的好 进入膳中不得膳中 我也真的很辛苦 在里面真的是很好的磨练 身心里都得到很大的创伤 每一次在接菜 就想到Jason师傅曾经告诉我 仰望上帝 保持信念做对的事 他常常跟我讲说 有上帝你绝对不会 怀才不遇 我就继续保持理念这样做 在当兵的历程里面 有一段最痛苦的岁月 我自杀过两次 一次在18岁 一次在19岁 我还想再做第三次 我就一个念头散过去 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去过教会 主义学老师说 俊德未来如果你有什么不能够解决的事情 你要记得向耶稣祷告 那我就尝试的祷告 祷告我就不知道祷告什么 就是说耶稣 我一直靠自己走到这边 走不下去了 我还要想要再走下去 但我没办法 如果你的 你带我走 如果可以带我走下去 我以后就跟你 没有想到我祷告完 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一种感受 就好像我在溺水的时候 有人丢一个绳索给我 我也不知道 因为生命当中那时候的处境 没有任何一件事值得开心的 但是我感觉里面有一种出人意外的一种盼望和一种鼓舞在里面 我也说不上来 那两天常常就有一个声音感觉在我里面 就是你要不要打电话回家 打电话回家 本来说死也不要打 那说好 三声我就挂掉 没有想到两声我妈妈就接起来了 我妈妈接起来的时候 我就说喂妈 我是俊德 你好吗 这样子 我妈妈也没讲话 她唱了一首歌 这很稀奇的事情 歌词就是在说 上帝是你的力量 上帝是你患难中的帮助 我记得我眼泪掉下来 妈妈唱了两次 然后电话就刚好十点钟就自动挂掉了 然后我就带着这个旋律 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只要想这个旋律 我就能够睡着 后来就跟妈妈联络上了 她邀请我回家吃饭 坐在我家客厅 我爸爸哥哥都在 妈妈就端了这个一道菜出来 我就很不好意思 说谢谢 后来我妈妈就端了一个 我最爱吃的一个白斩鸡出来 我情不自禁 站起来说 谢谢伯母 因为已经太久 没有一个在家吃饭的感觉 妈妈转身就走 我捕捉到她那一刹那有一个表情 她泪水的眼眶 然后喃喃自语说 傻孩子 这是你的家 我就这样子 跟我的妈妈恢复了关系 然后妈妈开始寄录音带给我 寄一些诗歌 寄圣经给我 然后寄一些的书给我 那个是一个大的关键 就是我好像开始我的心 第一个我的个性改变了 对人生有正面的想象 相信我自己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对人有爱 开始有耐性 对身边的人 家人也有更多的谅解 容易去承认自己有错 过去真的是让家人担心的 我在当兵 就在这段时间 读了250几本书 我自己也把圣经读了四遍 一直到退伍 读圣经对我来讲 很棒的是 它有一个一个的人物的故事 我看到这些人 在他们一生当中 怎么样被上帝的引领 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平凡的人 他们生命都有一些的不完美 来自不完美的家庭 有的人是来自于妓女的家庭 有一些人是来自于很贫穷的家庭 但是上帝都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然后开始带领他们出行 然后走一个不平安的道路 这当中很多的挫折 要抉择 然后有很多的失败 但是却又被上帝饶恕 这就是我人生的写照 我在圣经里面看到了我自己 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励 因为我很难在我现实的人生当中 看到一个典范 我到底怎么做 就算我可以学他 我也不知道他人生的结局是如何 耶稣在四福音里面的事迹 是我最大最大最大的鼓励 特别是他怎么样对那些弱势的人 他会怎么样对一个街友 他会怎么样对一个流浪在外的孩子 他的慈爱 他的拣选 他怎么面对困难 怎么面对那些讨厌他的人 对我来讲他是男人中的男人 我跟他讲 我是一个缺乏父亲在身边的人 所以我一直在找寻一个 我能够追随的男人的榜样 我就跟随耶稣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的信仰非常简单 就是耶稣做什么我就做 不是为头衔 不是为自己 他会在哪里我就去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发现生命中有许多事情 不是靠自己就能够胜过 对俊德来说 和家人修复关系 是他非常非常困难去做到的 然而上帝却赐给他恩典 让他透过一通电话呢 和他的家人恢复了联络 当他愿意踏进他的家门后 他与家人的关系也就此修复了 亲爱的朋友 最近的你 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想要突破呢 我愿赐给吴俊德 勇气的上帝 也把这份勇气 这份信心盼望 还有这份永恒不改变的爱 临到你的生命 成为你的祝福 成为你的帮助 无论我们所认为多么困难的事 上帝总有办法 来帮助我们面对和跨越哦 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